這幾天也碰上了大潮 而屏東東港鎮東京裡 已經連續淹了四天了 讓居民很苦惱 台南運河旁安平度 也因為大潮 水從側溝一流 高雄騎金低窪處 同樣也出現積水 店家擔心又碰上來 颱風影響 這週末的騎金風箏節 會造成人潮銳警 水不斷從人孔 在冒出上班上課時間 碰上積水 尤其是繞路 有民眾的電動機車 泡水故障 年度大潮 讓屏東東港鎮東京裡 從上週六開始連次淹積水 二十三日這天 臨近的福德里 也因海水倒灌積水 有年長者上水買菜 也有低蛙處住戶 海水倒灌讓屋外 馬路變水路 民宅進水 一早忙著掃水 陰陰颱風外圍環流影響 東流線航班在二十四二十五日將停航 旅客趕著提早離開 讓小琉球碼頭一早出現回程人潮 東港這端則有民生物資 運往小琉球 年度大潮也讓小琉球 孩子口港 溢瓦處出現積水 海巡卻離在花瓶 沿溪水的民眾 台南漁會旁的漁港 也因大潮 上午九點左右水溢到岸上 運河旁的安平路 也有水從側溝冒出 高雄奇境地挖處 也在清晨開始積水 沖水機持續運轉 但到上午十點前 水還沒完全退 颱風未圍環流 加上年度大潮 殿下難掩憂心 尤其這週末 當地舉辦風箏節 就怕原有商機被颱風打亂 記者王耀廷 陳顯坤 溫正恆 屏東台南高雄報導